画面就可以看到车辆执行准备通过路口 没想要右方最外车车道 突然一辆公车打灯想要左转 快速切过三个车道 吓得后方驾驶惊声尖叫 可以看到公车迅速内切转弯 后方车辆差点反应不及撞上 事发就在基隆庙可夜市附近 当时这辆公车刚停靠完路边站牌后 就迅速从外车车道切入左转 民州气得将行车记录器影响po网 指乎不知道司机在赶什么 而且车上还有孕妇真的差点被吓坏 而且仔细看看这个站牌距离路口 大约只有短短不到50公尺 影片一出立刻掀起乐意 更有人认为是站牌设计不妥 其他公车司机也有话要说 对此市府公车处也表示 在第一时间以马上回复民众 并解释这个站点在基隆闹区 左转就是知名景点妙口夜市 车流量大又是复杂的五线道 公车想要靠站后不到50公尺 就必须横跨多个车道 左转难度相当高 未来会要求司机把速度放慢 提升服务品质